今天全球股市大跌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这种大跌竟然是好事 美联储昨天晚上有一点变脸了 全球股市转熊是大机会吗 今天马股除了银行股贷账 其他全部沦陷了 连房地产和建筑都暴跌了 房地产建筑暴跌是不是低息的机会呢 那今天的五盘减评呢 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如果说你是第一次来的朋友呢 订阅频道并打开小铃铛 以便错过我们的精彩的好料 我们先看一下外资数据 为什么要看这个外资数据呢 因为通过这边呢 你大概可以看到下跌 有时候是不用害怕的 实际上你看从13号到现在为止 连续一周时间外资都是净流入的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意味着大资金在不断不断流入马股 那到底都领到哪里去了呢 一会儿我们就会揭开这个谜底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今天的整体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今天指数这边是调整的比较多的 但昨天晚上每周那边也跌挺多的 尤其是纳指这边 跟这个加西相关联的加西的科技股 纳指这边容易跌 那今天加西马下的科技股也跌比较多 然后从整体上情况来看 还是在波动的区间范围之内 然后我们看到它基本上是已经跌到了中轨线 是吧 中轨线的位置就是支撑 所以说本周如果没有跌破就还好 日线这边就是到了差不多下轨线的位置 快到下轨了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一下60分钟 60分钟这边跌了一下 1 2 3 4 已经到了第五根阴线 我们看一下这个紫色 这个紫色实际上已经是出来了 对吧 紫色消失受阳线的时候 就是它该反弹的时候 下午的话就有可能要反弹了 我们也可以画一个这样的图 画完之后你发现 是不是也到位了 那是不是意味着要起留 然后这边实际上也是可以这样子画过来 这样画过来也是可以的 也差不多到这个位置了 其实有时候大跌不一定是要害怕的 反而是要高兴的 每逢大跌笑三声 对不对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行业方面 行业方面这一面呢 看到真的只有银行股在幸免 其他全部沦陷了 Energy Plantation Utility Construction Health Care 反而那个technology跌的不是很多 跌0.24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全球股市 我们先来看这个欧洲啊 欧洲实际上没怎么跌 然后大多数都是上涨的 那这边呢只有希腊跌比较多 那美洲这一面呢 实际上是涨跌三半 纳指跌了1.53 标普跌了0.92 道指跌了0.22 巴西和墨西哥是上涨的 亚太股市会是怎么样的呢 亚太股基本也全部沦陷了 现在目前就剩谁啊 菲律宾 泰国跟斯里兰卡 当然账幅也是比较小的 跌了比较多的 你看像这个新加坡 日本台湾恒生国企 韩国 跌幅多在1%以上了 这边的韩国KOSPI跌了1.5 马股这边跌的就不是很多了 是目前排在涨跌的边缘 往上一步它就是变成升的 往下一步就变成跌的是吧 这样子啊 马股今天的情况主要是 你要搞清楚它的原因是什么 今天亚太股市下跌 很大的一部分原因是因为 美联储发表了比较鹰派的讲法 虽然说暂停了加息 但是未来不排除继续加息 而且加息很多次 这种情况是有存在的 所以我们说 就是要小心一下 当美国又在疯狂加息的时候 相信其他国家 央行也不会暗兵不动 也会开始大力度的加息 而一加息 对于整个股市来讲相当于抽血 好 我们看一下马股走势 马股实际上是真的往下走的 接近到中午的时间呢 是有横摆的迹象出来 所以下午最好能够起来 是比较好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看 今天的盘面 今天盘面是相对偏弱的 上张的股票是274 下跌的是549 平盘的是426 指数截止到中午时间呢 是下跌了3.4 那跌幅在0.23 今天所有的行业都沦陷了 就剩下银行了 跌表多的是这个 Energy跌了1.68 然后像plantation跌0.74 然后是construction跌0.58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 healthcare跌0.49 然后utility跌0.59 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 这个行业怎么样的 financial service这边吧 好像也没什么太大的 说法是吧 虽然涨了 但是高开低走的 也还是空方也有存在 但是它是唯一还能够撑住的 是吧 其他基本都撑不住了 在这个整个上半过程当中 现在是第三周了 是吧 基本上已经要结束整个上半趋势了 接下来呢 一旦破掉中轨就不好玩了 然后再来看 transportation今天是低开高走的 但是始终还是没有办法 突破中轨线 下边也没有资金进来 所以说还是偏弱的状态 Industry这边昨天大涨 今天回调 整体资金状况还是相对比较饱满的 就这个没有什么问题 tendology呢 是昨天冲击到上轨的 今天回调也很正常 整个趋势还是没有结束的 还是上涨的 下面大资金这边呢 还是稳重有升的 consumer今天跌比较多啊 主要是这个消费啊 消费降级了 现在有一个词语叫消费降级 而且目前呢 从最近的这个 尤其是像一些基础的 嗯 那个农林啊 啊 那个粮食啊 蔬菜水果啊 都涨很多 啊 所以说 消费这边的话 一定会非常的吃力 目前来看是既无外自有无吵架 property今天跌的比较多 当然它是刚好出级到前期高点了 也出级到上轨线了 就算没有加息电视景 它也会调整 为什么 因为它已经到上轨了 是吧 但是目前来看 大资金比例还是在75%以上 所以说不足以恐惧 是吧 然后下跌的时候不破中轨 还是有希望在起的 只要庄家不跑就可以了 他的communication今天也大跌了 下面既无外自有吵架 瑞斯也大跌 应该是 但是 庄家报考的时候 瑞斯根应该起嘛 防疫产不行 它也就不行了 对吧 Hascare你看昨天实际上是突破上轨的吧 突破上轨就容易往下调嘛 或者说初级上轨就容易往下调嘛 但是目前的规则实际上也是非常简单 是单阴的模式 看到吗 除了这边有两阳 其他也是单阳的模式 但是这种模式呢 那明天应该说阴线对吧 最近的这个阴线跟阳线的关系是阴线小阳线大 阴线没有跌破阳珠一半 没跌破阳珠一半 实际上再往上走的概念还是比较高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construction 同样跟房地产差不多 它也是受害者是吧 但是没有跌破一半 实际上还是可以的 大资金也没有跑很多 现在是75% Utt这边就要小心了 因为它是没有过前提高点 又跌下来 跌下来之后 目前刚好是到中轨线了 到明天就要起来啊 明天不起来的话就要小心了 大资金已经低过70%了 frontation这边跌比较动啊 前面我们说 当它触及这个上轨的时候容易结束 真的结束了 今天调整的过程当中呢 就把这个中轨线破掉了 如果收拾收不上来 所以明天收不上来 那就要小心了 energyDB也是涨了蛮久是吧 那么最后这两天上涨实际上是背离的 大资金没有增加是吧 现在它是正常的回撤 因为前面也涨太多了嘛 然后这边呢 这样调一下也很正常 那我们需要看这个中轨线 中轨线的位置呢 是881.139 不破的话还有希望再起 看完了行业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个股啊 个股这边目前账幅超过10%的13只 那跌幅超过10%的就多了啊 就达到了20只 将来看今天这个市场真的是比较差 空泡力量会比较强大一点 然后我们看一看 还有幸免的这些个股到底是什么行业 以什么类型 如果都是一些烂股的话 就真的不太好啊 你看都是一些不知名的 或者都是一些那个烂股是吧 仙股啊 这个5159的话稍微可以一点 至少大资金是有稳定持续 高度控盘的这个情况 是吧 所以说它的启动的话是很正常的 这个0069的话实际上已经横摆了很久了啊 下面大资金有微微的开始增仓了 0146是长得比较强的一个 这是科技啊 科技不应该是首当其冲的受害吗 它为什么上仗了呢 那可能就有这个利好消息加持 稍后利好消息会爆出来 无风不起浪 无桩不上仗 有桩必有风 你相信这句话就对了 然后715这个属于工业里边的一个非常牛的个股 它也开始爆起了 人起的是非常凶猛的啊 嗯 一个多月吧 差不多应该是不到一个月 啊 这个19天啊 涨了98%了 然后再看 哎 这是5219 这个是做那个充电桩的 是吧 还可以 5614 LIB这个group 这个也是非常强势的 最近大资金有增加 当然已经触及到上轨了 要小心一下短线风险啊 7253有点助理的迹象 但是大资金没有增仓 啊 然后 像5255啊 这个属于油气的 还是相对比较强势的 017 这个是房地产的 这个也是仗的比较比较猛的啊 啊 5309啊 amx 今天最近这几天仗的非常猛的 大资金已经高度拱盘了 更多的我们就不谈了啊 这个502这个糖厂还在起着的 而且大资金是云集在里面的 可以作为长线投资的对吧 想了解更多的朋友的话 就是实际上 昨天我们有讲一个关于这个三高的事情 比如三高不是我们讲这个高血压 高血糖那三高啊 讲的是目前这个高通胀 高物价还有高利率这三高 美国的一起决议扰乱整个全球投资 那我们的投资呢 包括你的财富到底怎么样去增值 接下来就是很重要是吧 把钱投哪能增值 现在通货膨胀率这么高 那实际上昨天我们又讲到了这个通胀 为什么将可能持续20年 通胀的成因解密 到底什么原因导致的 绝对不是我们其他人讲的那个 疫情导致的 它有更深层次 更深层次的原因 这个原因找到之后 你才知道这次的通胀真的不平凡 真的不一样 这次的通胀真的是非常难搞 那世界未来发展的三大趋势是什么 这三大趋势导致了这三高 到底是什么呢 想收听这个视频的啊 然后昨天的视频我们已经有了这个link 想要领这个视频的就扫码回复一下20 我们就会给你发这个视频 今天内容大概就是这些 如果你说你还有什么疑问的话 欢迎留言给我们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现在我们下期再见 如果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